浸泡过酱汁的鰻鱼烤到上色 再次沾酱回口三秒 铺在淋上鰻鱼汁的饭上 就能上桌大块朵移 在日本有70年历史 来台第五年的鰻鱼饭餐厅 有感日币贬值 国人都跑到日本玩 台湾业绩减三成 响应调通商圈串联活动拼经济 消业经典少不了串烧 肉串海鲜到蔬菜 消费满百还能领30元消费券 再到调通其他23家店使用 商圈加码推出的大人 为一番赏抽奖活动 更以平板笔店为诱因 要把人潮引进调通 晚上到六调通先到居酒屋应酬 再去串烧店刷脱 最后带着折价券来到按摩店 把全身都交给师傅 就能有个happy ending 师傅的超强马杀鸡 一扫记者酸痛谋病 按摩店也说 日本客叫疫情前锐减六到七成 期待借助政府补助 刺激消费 在这个疫情期间 参加了几个市集 那这些市集就会连接到 后来的就是客人 会来我们这边消费 交通的商圈的活动 那渐渐的就是 台湾的客人的回购率 就开始增加 疫情影响加上日币贬值 原本锁定日本客的调通 人潮没回来 在地经营43年的茶叶店 换个思维 反而提升二到三权业绩 也希望让在地课程 了解调通的多元文化 新闻唐醒林大为提报导